欢迎回来发达广场的时间 而我身边的嘉宾 继续是耀才证券研究部副经理 直耀辉先生Stanley Stanley 你好 你好 Stan跟你跟进一下 内房方面整个版块 之前也说到 十一黄金周后的销程做得不错 上星期内房方面有回升 今天有报章也说到 就是住宅成交方面 逐周来说有个回升 国家国务院方面也说到 第四季仍然会是稳增长 放弃更加重要的部位 但是其实会不会 接下来说的楼市方面 依然都会站得硬一点 事实上内地楼市比较有趣 你看回过去的这段时间 似乎大家看到 由年初至今 基本上好像政府方面 不断有很多的措施打压 甚至乎 如果你看回最新的文章 不要说分析文章 这些文章说到 闪西省方面 更加说是一些内房 它有一个叫封顶的 就是卖楼的利润 封到顶 就是10%就足够了 你说这些政策 究竟是否会扔出来 不得而知 但只不过 你看到楼市本身 即下来的楼市本身 又不是真的很回 你见到 或者第一种说 每逢有一些消息面 譬如过往的时间 两次减息的时间 基本上 你见到内地楼宇的销售 的情况 突然间又很好 楼价又好像想走上来 都反映了 似乎内地方面 或者这些 可能和一些 叫中国人的传统有关 即可能有钱的时间 可能你之前买金 到现在有钱的时候 买楼 好像保值的作用区多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你见到楼宇的消息情况 一直以来是不差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 归因于 可能个别的房地产商 可能之前的时间 可能是赚得比较多 到今年的时间 寧愿出了一个 叫做博利多息的策略 寧愿就 就是买便宜些 希望去货得快些 亦都叫做货如轮转 你买货多的话 自然资金 资金又可以回轮 变相对他们都是有利 但是似乎 在内地方面 其实我也认同 你尹真相 这个情况之下 似乎 你对楼市的影响 其实真的不大 甚至乎 都不断强调 其实你看到内地方面 内房的板块 这个企业 本身在内地方面 一个重要的产业之处 这个东方是反映出什么呢 就是说它不可以倒下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你说内地 我都觉得是 你说现在由年初至今 中央有很多的政策 例如限购令 这类限价格令 这些措施扔出来 但是似乎 都真的不是想打两个楼市 他只是想楼市 可能不敢 稳定地去 都去套分那些 稳增长 所以变相之下 对楼市的影响 其实真的不大 甚至乎 如果你再说股价方面 都是 你见内房股的股价 不知几万 当你说很多的股份 可能是年内的时间 都可能有个沉底的迹象的时间 你见内房股的股价 不知几万强 都反映似乎 是否很差 我觉得真的不是 还有 之前一直在说 房产税试点会扩大 最近有文章说到 内地针对房产税改革 质疑的声音 越来越多 加上重庆和上海的试点 成效不明显 有志 湖南和湖北省 已经停止了 暂停了 就是房产税试点方面的 准备工作 是否这一招又不行了 其实中央方面 经常都说 有多政策会出来 打压楼市 其实只是出口述 就是说而已 我说一句 你说很简单 你看过去的这段时间 你说很多政策 可能出台 可能想说 我一向觉得不是打压楼市 就是楼市有健康的发展 因为如果你用到打压的话 说真的 你又不会推压楼市 所以变相之下 我觉得楼市是有一个 叫做稳步 就是稳步增长的情况 因为老实说 似乎你说 我们楼市也好 甚至乎香港也是 楼市当你开市 就是比较跟现实的环境 有些叫做很大的 分析太大的时间 其实是不健康的 但是你看看内地方面 现在似乎又真的 又严格上来算 你看到某些情况 真的很好 反映消费者 又真的有这样的能力去置业 但是当然 你说这一个情况 如果去到泡沫化 当然是对社会 是一个大流比较大的伤害 一旦楼市爆破的话 意味着已经是很大的 但是似乎当前的环境 这个情况 又未至于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会觉得 你说 如果对于楼市的情况 去看的话 老实说 现在的情况 又未至于那么差 而且政策上的层面 是会做很多事情 你看到其实 也这么说 联储至今 有很多政策做出来 各别的地区 可能都有一些 对楼市有些调控的措施做出来 但是始终 我觉得这个成效 你可以说它不大又得 也可以说它真的成功 至少楼教没有突然 现在再标准上去 就是伸出上是放慢了 是这样的正常 所以如果看当前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的楼市 始终都会沿着一个 暂时看健康的方向去走 可能会出少少招 少少 可能和大家跟进整个 内房版的最新造价 我们看到中海外要跌 折平1% 最新报20.01毫 至于华洋置地方面 升超过1% 碧桂圆没有升跌 新报房地产升超接近2% 最新报14.6% 而库利地产最新报9.39% 从升幅来说 不及1% 升至3% 看看另外几只 雅居乐是升4% 合景泰富是升接近30% 而远洋地产要跌1% 最新报4.76% 恒大地产升至超过30% 月秀地产升超过1% 升3% 最新报2.1% 所以我们说到热钱涌来香港 首先配合股市会有一个升势 其次可能是楼市 楼市方面如果再升的话 真的随时就爆破了 会不会 但是这样说 你热钱流入这个情况 是不是真的 很简单 热钱流入来的话 其实它不一定买股票 也不一定炒楼 它可能有其他用途 譬如是有些公司的角色 甚至乎 你看传统上 第四季本身是一些集资的旺季 那些资金可能进来之后 其实可能认为连续新股 都说不买 所以变成 当然这个因素本身 再看下去 如果再长远一点看的话 的而且确 可能会产生一个 就是泡沫的客户出来 都说不买 因为 始终你看过去的那段时间 特别是QE 即QE1那段时间 的而且确 因为以前的大论之下 你用楼市 股市 的而且确 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这个不奇怪 但是似乎 暂时看现在那些热钱流入的情况 其实我会觉得再要观望一下 即是你这一刻 那么快 能连到楼市 股市 我觉得还是比较远的 但怎样都好 你说本地的楼市 的确是有一个比较 比较怪的现象 你见过 经济似乎开始有些下限的风险 但你见过楼市 都真的好像有 会到疑似的 绝对是 好像是如入无人之境 真的很厉害 但这件事 我觉得是要小心的 但始终都是那个问题 你处于低息的环境 亦都在说 香港的住宅的楼 其实你短期的供应量是不多的 这些是 主要的楼市 是有些比较大的帮助作用在 而且也都是 因为楼价本身 地价本身贵 也都说现在的工人 即是那些扎铁工人 那些工人成本也是高的 所以变相之下 其实你之后的楼市 都说真是比较是 以升难跌 但这个情况 就似乎 真的可能要等到 政府有些政策出台之后 可能希望这个情况 开始会有些收敛 但似乎现在当前来看 我觉得 你说政府都没有板斧 真的 是的 之前地产股都已经升了一阵 是的 现在来说了算是太高了吧 是的 现在叫做回一回气 但是过高 我会觉得你说 这些二三线来的 都还有些叫做炒作的空间 好 和大家跟着 本港地产股方面 我把货帐做价 看到长实方面 是升超过1% 行基地产升接近2% 商行基地产升超过1% 新世界发展 升了1.5% 至于顺和子业方面 我升了2毫以止 最新报是14.36 好了 这段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Stanley 我和你做个新报 刚刚所说过的股份 自己有没有持有 都没有持有 谢谢Stanley 我们是CNZ 稍后回来继续直播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